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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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談到潛力股, 談到哪一種呢? 剛才有朋友問, 藥業股是否大主題 我自己覺得也是, 剛才也答錯了 因為我最近選了幾種藥物股 也有不錯的表現 剛才說的山東新華製藥 昨天是八雲山, 八七四 以至之前, 同仁躺的兩隻 你再看一看, 兩隻都是 三六一三, 同仁一三條六 都看到它上去了, 跑贏大士 三六一三, 比一三條六漂亮 但都是向上, 都是一樣的 那麼多隻都漂亮, 讓市走得好 又升, 什麼原因呢? 可能就是跟主題有關 有人開始在佈局 既然有人在佈局的藥物股 所以今天繼續說多隻有潛力的藥物股 就是汗心製藥了, 三六九二 潛力來源來自哪裡呢? 都是走勢 走勢有次々的漂亮 有一點點像, 頭肩底的 所以不算十分標準 那麼, 這裡是腳肩 這裡是頭肩 這裡是腳肩 這裡是腳肩 穿過下頸線緩 穿過下來下來 所以又不算是很強勁 不是升不上的 所以可以 有機會再試低一點也不奇怪 它重要支持位是十七個三 就是右肩的水平 我經常都說的 在玩頭肩底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搏去升穿 有兩種方法 要是搏去升穿 要是升穿才買 要是突破賣入法 要是偷步賣入法 就是破了重要支持位 之前就買了去 買去搏去升 現在破了沒有? 用這條軌道來說是破了 這裡也是破了 破過下未破 你等它破了位才 今天已經破了 可以兩個做法 就是破了位買 或者突破頸線才買 頸線是十九個四 原來已經破了頸線了 所以可以留意著 控制風險的位哪個位 就是十七個四 這是右肩的水平 來控制風險 你搏去上 所以今天的潛力股就是漢心 有兩種角色 你隨便坐在不前面 你直接買到哪個房間 dopo三四格 所以你买了 你應該有什麼